聯合國所屬的致力重建飽受戰爭郵輪的加沙地帶救援機構 因資金短缺擱置了針對巴勒斯坦平民的援助計劃 聯合國近東與巴勒斯坦難民救濟與工程處發言人阿德蘭·哈斯納說 目前該機構未有用於收緝被損毀房屋的資金 亦沒有錢來安置加沙地帶數以萬計的家庭 該發言人說該機構只收到1億3500萬美元款項 他在開羅大會期間提出7億2400萬美元援助金額的要求 但重建資金未能兌現 哈斯納說應該迅速採取行動否則會有更多人受苦 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去年發生的接近兩個月的戰爭幾乎 而平整個加沙巴勒斯坦人聚居地 聯合國救援機構負責人羅伯特·特納說 當地人這個冬天不得不棲息在牙齒之中 一些兒童被凍死 特納說該機構在3月前急需要1億美元用於收緝損毀房屋 以及為當地人提供房租 任務 ya 好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